看見這麼厲害的通脹,我覺得聯絕局對於通脹是過分樂觀的 因為你見到現在的油價又升得慢慢的聲音 你見到烏鵝的局勢仍然持續緊張 亦都出現了滞漲的情況 經濟其實都將經濟預測下調至1.7% 以及將失業率上升至3.7% 代表它對未來的經濟的慈景都沒有以前那麼樂觀 所以相信美國來說好像挺不錯的 無論是科技股、納斯塔指數都見到指跌回升 但已經跌到差不多1年半的心底 看到道指和納指 我對於美國方面的經濟的數據 其實看到也不是那麼理想的 還有之後的經濟下滑的風險也會提高 所以大家買買美股也要小心點 你說要去之前的高位其實也要 第一要看通脹有沒有繼續惡化 這是大家要留意的一些數據 還有最重要是看它的失業率 要有沒有大幅的上升 如果失業率大幅上升 代表它們不需要那麼多人手 去做事 所以才要去 把一些員工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代表經濟慢慢惡化 導致他們的GDP有機會繼續下挫 做不到一個指跌回升的情況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著 美國經濟發展的路向 我就覺得 就不像聯儲局說得那麼樂觀 我就會比較看淡一點 市場的走向 資金會是怎樣的 因為近來美股都聽不少說 如果投資美股都是做膽 好像容易賺到錢 但是你覺得這個策略仍然是否應該應用在現在的情況 怎樣看美股的情況 我覺得美股暫時都是大回小漲 因為已經跌穿了一些主要的支持位 你看到道指 道指之前出了經濟數據之後 你看到CPI出了之後 反而跌了超過800點 所以我覺得美股來說 現在來說都是比較弱勢 雖然你看到今天有明顯的反彈 但是我覺得反彈 其實都不會很持續的 可能都是一陣一陣 傳統我們叫做技術性反彈 但是如果那個CPI 最重要的CPI 如果反覆向下 還是高企 你不要再度上升 你去到高位置 代表聯儲局有機會 真的不止再加糧磁色 去到11、12月都會繼續加息 所以大家都要新放 這個CPI的一個再度上升 和一個持平的情況之下 美國聯儲局也會再度改口風 其實都會加息的 更加息的可能性 仍然都會持續的 所以大家小心點 為甚麼 我可以做到